政委員好 局長雖然明天會有專案報告 但是明天我們還是會繼續的關切 那今天就要先問 那麼明天的專案報告呢 針對這一次基隆站 這個行業調查處所發生的這個 非常重大的疏失 有高達6公斤多的毒品 居然下落不明 而且呢已經被吃案一年 那我想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到目前為止 最新的調查的進度究竟是什麼 要跟國人報告讓國人知道 因為畢竟已經被吃案一年了 接下來的調查更要透明化 第二個就是說 有關於相關責任的追究 以及你們整個制度 到底是哪裡失靈哪邊出了問題 要提出檢討報告 那這些部分明天我們希望都能夠看到 那今天呢我想要先請教的是 現在最新的進度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看到昨天的新聞說 四名相關的主管 已經先被調職了 好那當然現在大家最關切的就是說 這麼大的分量 罕見的 他又不是一小包 那毒品的下落呢 那這中間最關鍵的 就是這個鄭信的菜鳥嗎 因為是由他負責押送的 結果怎麼可能會 他一個人押送嗎 只有他一個人的責任嗎 那現在毒品的下落究竟是什麼 我想要知道就是說 就這個鄭信的這名調查員 鄭信這名菜鳥 他現在目前的調查進度是什麼 有沒有突破 還是他繼續堅持他原本的說法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不見了 現在有沒有最新的進度 有沒有最新的突破 各位委員報告 我想我們航基站發生 這個 你可不可以大聲一點 是 我們航基站 發生這個六點多公斤的 這個毒品遺失 我們是非常的痛心 也非常的遺憾 那在第一時間 我們在上個禮拜二 知道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趕快馬上 組專案小組來啟動調查 對那所以現在已經一個禮拜的 超過一個禮拜的時間了 在初步調查以後 我們先做的 有關相關主管的部分 先調理限職 接受調查 一年都沒有通報 這個很明顯 所以你們立即把它調職了 是 那有關這個鄭信菜鳥呢 那有關他們的 後續的這些行政跟 刑事責任的部分 我們在 其實在禮拜天 我們就把這個案件 刑事責任的部分 移給我們北基站來偵辦 並且報請 桃園地檢署檢察官來指揮偵辦 現在這個鄭信菜鳥人在哪裡 你告訴我 誰在負責偵辦 他人現在在哪裡 鄭信菜鳥還在 航基站 在哪裡 你講話大聲一點啊 在航基站 他住我們航基站 他還在上班 是啊 他還在上班 他還在上班 不是應該被抓去調查嗎 沒有 但是我們 叫去訊 叫去問嗎 沒有 有當然都有啊 這個都有啊 問完了 問完沒事回去上班 回去正常上班 因為還沒有掌握到 他到底有涉犯到什麼樣的 刑事的責任 那 如果他有涉及到刑事責任 譬如說這個毒品是 他是被誰偵訊 你剛講的 北基站 北基站負責偵訊 桃園地檢都有 跟桃園地檢偵訊 然後為什麼把他放回去 因為現在還沒有掌握他 他是不是他 把這個毒品 有侵占 或者是說 有什麼樣的刑事責任 現在這個航基站 他們集體的說法 就說這位鄭信菜鳥 當時 不知道為什麼遺失了 這個我覺得沒有人 居然可以接受 什麼叫做不知道怎麼遺失 這麼大一包 這麼重 欸 六點多公斤 我都扛 我扛不動欸 這怎麼怎麼可能會 掉從車上掉下去 掉在路邊 還是搬的時候 不見了 怎麼可能呢 啊這樣的說法 居然 整個航基站的主管發現 事有蹊蹺的時候 他們居然接受了這位 正信調查員的說法 然後找一年找不到 我先不要講他們是不是吃案 他們是不是串供 他們是不是串通 這種調查局 誰敢相信調查局的辦案能力 啊你現在跟我講說關鍵的人 你們問完之後居然讓他回去還正常上班 那我接下來就要問嘛 他們如果中間有任何的引擎 有任何的犯罪 一年啊他早就已經串供完成啊 那你們現在居然這個市民主管 雖然被調職這是行政懲處 因為這個是非常明顯的 但問題是說他們被調職 那這市民主管現在也在上班 是啊調離現職 對啊就是他們新調的職 他們現在也在正常上班 那你們在調查什麼 因為除非 那有沒有刑責 有沒有可能的刑責 未來會不會起訴這些人 除非我們已經掌握到 明確的證據 他沒有涉及到刑責 那如果檢察官認為說 要做強制處理要羈押 那當然就不能上班 我現在就是要問啊 為什麼沒有羈押 目前還沒有掌握到明確的證據 那所以這樣聽起來 感覺上因為已經事隔一年了 任何的證據都已經早就湮滅了 第二個 毒品也已經不知道 搞不好都被吸完了嘛 然後 然後你現在 我剛剛說的這些人 拜託 他在調查局上班耶 他又不是一般的犯罪集團 他早就已經串供完成啦 他的說法 第一個 我感覺就是說 一年 吃岸一年 就想說 那如果沒有人發現最好啦 對不對 結果他會發現了喔 最輕的 最輕的說法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不見了嘛 就頂多吊子而已啊 果然現在就是這樣啊 那這樣怎麼可能社會大眾可以接受呢 怎麼可能到最後萬一像你們這樣的講法 最後真的沒有辦法真相大白 就照他們所編的故事接受 然後就調職繼續在調查局上班 你認為這樣社會可以接受嗎 呃 跟委員報告齁 我想我們不會接受 照他們的故事來處理啦 那 呃 當然因為他們把這個事情掩蓋了一年齁 那時間應該已經隔了很久 那現在我們就全力透過各種管道 好 那我請問一下 我看報導說 你們不排除 噎尿 撤謊 啊有撤謊嗎 這些我們都會做 有驗尿嗎 都會做 做了沒還沒做 驗尿已經做了 驗尿已經驗尿 一天有這麼強 放在自己家到現在都還有吸毒的狀況 然後被你們驗出來 但是你們還是要驗啊 啊測謊有測嗎 測謊目前還沒有 啊為什麼都還沒有做完這些動作 就把它放回去 我覺得很誇張欸 這些主管還有正信菜鳥 現在都還在正常上班 就跟委員包括 因為他目前沒有證據說 他們有涉及到刑事犯罪 然後需要把他激壓 那照我們的公務員的相關保障 我們就應該就是要讓他繼續上班 所以你就相信他嘛 你們現在只能選擇相信他們的說法 他們就是無辜的 不知道為什麼憑空蒸發 我們一定會全力來調查 我們不是 等到調查有一定的結果以後 我們一定會 好那再請問 當時 毒品不見了 喔 那調查局本部說 欸 反正問了詢問 航基站去跟調查局本部說 啊為什麼鑑定報告都沒有來 才發現說 根本調查局監視處 根本沒有收到嘛 科學監視處根本沒有收到這一份毒品嘛 好那他們就決定吃案 那為什麼調查局本部 科學鑑定處 科學鑑定處發現人家來問這麼一個奇怪的問題 他也動作沒問題 把調查割斷就算喔 那為什麼現在被調職被調查的只有 航基站沒有局本部 有局本部嗎 都有調查 局本部的部分我們也有做調查 那局本部的建視科學處為什麼 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行政懲處 我們基本部 因為我們基本部的實驗室是經過ISO認證的 所有的這些檢驗程序都非常的嚴格 啊就漏掉啦 人家打電話去問他有沒有收到毒品 他說沒有收到 然後呢他也不用去追問說 喔原來有一批毒品要來 他當時也不知道有一批毒品要來 啊沒來也不知道 後來人家問他說你們報告怎麼還沒有寫出來 他說根本沒有這份毒品 然後電話掛斷就沒有任何責任 啊你們這是什麼SOP 啊你現在告訴我說他還認證耶 他很優良耶 各位委員報告 因為委員剛剛所講那是航基站同仁的說法 那是他們事後的一個說法 所以你們的調查你現在是告訴我說 他們根本沒有一個電話去問你們的局本部 連這個都沒有發生 到底有沒有去問啊 他們在毒品找不到的時候 是有到我們監視課局出來問說 欸有沒有送這個毒品來 對所以有嘛 監視課有沒有接到這個詢問有沒有 有接到 那你跟我講什麼東西啊 所以我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他已經接到這個詢問了 為什麼該來的毒品沒有來 他也不知道有沒有毒品要來 啊沒有來人家跟他要報告 他沒有交出來 他都不用再去追查追問了解 沒有報告都不用 我跟問題不就是這樣嗎 因為所有 啊你跟我講說這些很合理 這怎麼會合理呢 所有的毒品都是由各單位 因為我們受理的毒品的鑑定 不是只有我們自己調查局 包括海巡署包括警察局 每天的毒品會很多 那各單位保管的毒品 他要不要送來鑑定 是由各單位他們自己去處理 所以你覺得 局本部沒有任何責任就對了 你們現在的調查 就是局本部沒有任何的責任 科學見識科雖然 接到一個這麼奇怪的電話 也無所謂 目前我們初步的調查 認為是 因為如果見識科有警覺的話 他們沒有辦法吃案一年啊 不是嗎 我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 那時候接到這通電話 是已經拖多久了嗎 因為已經拖了一陣子了嘛 他應該要的報告奇怪 怎麼沒有回到基隆嘛 對不對 他才去問的嘛 那這樣見識科也沒有任何的警覺 你也覺得這樣見識科沒有錯 這個檢討都不需要任何的檢討 你剛才跟我講說這樣沒問題啊 這樣喔 這樣對嗎 你怎麼知道要這樣給我報告嗎 我們是有做初步調查 我們認為監視科技術在這個部分的程序的 所有的做法是沒有 他是沒有責任的 那個局長 你明天要來專案報告 還好我今天有問啊 你明天這樣的專案報告 我們是萬萬沒有辦法接受喔 你告訴我們說局本部通通都沒有問題 那所以不用檢討 沒有漏洞 然後他們呢行政疏失而已 也沒有犯罪的任何的證據 也沒辦法調查 四個人其中 那為什麼那四個被調子 啊那個這個鄭姓 蔡鳥為什麼沒有任何懲處為什麼 會懲處啊 後續還會懲處啊 因為等 不是你現在 你昨天宣布只有四個主管沒有他啊 那是主管的部分 主管的部分先把它調離主管的職務 那正在等什麼 為什麼他們沒 為什麼他沒有懲處 其他的部分我們要等調查比較明確以後 才來釐清他的責任的輕重 再做行政的懲處 而且懲處有一定的程序還經過 好機會的這個討論 所以你們認為說 這個證是最嫌疑最高的 這四名主管沒有任何嫌疑 只是行政疏失 然後呢沒有把這個事情爆出來 所以只要調職 那不然為什麼這四名主管 不是也等到調查結果出來再調職 這標準在哪裡 所以你覺得他們跟這個證之間沒有任何串供 沒有任何嫌疑 我們沒有排除任何可能 不是啊那你現在的處理就不一樣 你對這四名主管的處理 跟這個證姓調查員的處理就不一樣啊 主管的部分我們認為覺得他們在監督上監督不做這一部分 我們局長可以先做處理 那證他運送毒品不見了 這不能夠處理嗎 你不能夠先處理 然後再繼續調查追究刑事責任嗎 行政的處分要再先經過調查以後才能夠確認 才能夠看他的責任的輕重啊 比如說要記 是不是要記兩個大過貶值 或者記一大過等等的情況嗎 因為要看他的情節輕重的不同 好我跟你講我們時間有限 我本來要問其他的題目 還好剛剛那個劉思放委員還已經問了 我本來想要問的那個 但現在其他的也沒有時間問了 我只是想講說 從我今天的尋答 大家就非常擔心 今天調查局是只有這個基隆站 關關相戶 到底發生了什麼狗屁倒灶的事情 沒有人知道 一年了湮面這些都是專家 證據也不見了 說詞串貢也串貢完成了 那調查局本部的調查 究竟是要掩護自己人 希望把這件事情大肆化小 還是說真的要調查到底 你們的態度我到現在 我覺得我非常的質疑 跟委員保證喔 我們絕對會全力的清查追究 嚴格來追究他們 不是啊 你現在我就已經感覺上 這個怪怪的啊 那還是說你們市民主管 先趕快來做一個 免得社會大眾嘩然壓力太大 先把他們調職再說 最後這件事情 不要因為時間的關係 草草了之真相不明 不知道搞成什麼樣的狀況 結果這些人 還繼續在調查局上班 只是懲處記過調職 我先告訴你喔 這是社會沒有辦法接受的 好謝謝主席 好謝謝鄭委員 局長請回 今天下班前 可能要拜託看是局裡還是部裡面 要給本會 因為明天是專題報告嘛 要給本會一個就是整個流程 標準流程 SOP 包括你贓物的部分 你是怎麼怎麼送 從哪一個單位到哪個單位 那你們是有分開毒品跟槍枝 跟其他的不一樣還是是一樣的 那個流程 然後你們的集合 你們是定期怎麼樣做集合 在今天下班之前 可以提供本會跟本會委員 好再拜託 謝謝 好我們現在休息十分鐘